1969年香港大学法律学系成立 自今是国际首屈一指的法律学院 读法律第一日开始 我都觉得读法律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维护社会公义 当时我一位是本地华人的教学工人员 当时主要的考虑就是 香港大学过渡期 压纳半世纪 法律学院和香港共同进退 在那几年里面 是社会两极化了之后 突然间有一些矛头子落到大学那边 我自己的事件是否真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事件 如果你要香港是继续一国两制的话 香港传统的法治观念是不容地沟淡的 当年来说社会科学院都是一个新开的学系 开了都是几年 很难入 法律当年是在社会科学院里面的一个部署 那时候初初一来不知道 不太认识法律 二来就想着他新开这个 当然是一个很多人去抢的部署 结果就爆了冷门 根本上报名的人 以我的理解是少过他的学位 智深大律师陈景生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第一届毕业生 当时他看到报纸一则有关港大开设法律学系的报导 令他打消原本想读经济的想法 而转读法律 我父母在这方面 一来他们自己对于香港那些大学里面所学的东西也不多 他也不知道 例如你读法律将来怎么出路 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问一些教授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是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 1969年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开办法律学系 第一届学生有40人 陈景生的同班同学有廖长成 公职王郑慕智 以及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等等 我认读法律学会议成员汤家华 我认为9%左右 但课程就是一定要上 因为为什么只有6个人 一个群群只有6个人 所以你一不上就很明显的了 汤家华当年来说你看到他的样子 当然他不是一个很convention的学生 他的头发长长 当时是一些市下的青年 玩band都挺活跃 我记得他很多时候 读到一盒眼睡的时候 去厕所洗脸 那个讲师又比较沉满一些 我就睡觉了 睡觉了 我旁边的同学就弄我 就踢踢我把铁椅 就跌到地上 全班都笑了 我都有一点生气 就决定不想讨论 主要就是参加讨论小组 自己在图书馆看案例 是这样去读法律的 譬如我们在小组讨论 曾经有个老师就叫我 Ronnie 你可不可以不要说那么多 给一些机会给其他同学 很多老师可能觉得 不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 直到第一年考试 第一年考试我考第一了 汤家驊中学时候主修欧洲历史 谁知考试肥佬 没有学系肯取录他 刚好法律学系招生就收了他 当时法律学系不是在港大校园上堂 而是在坚岛 借用一栋两层高的前已婚警察宿舍 这儿现在已经改建成为游乐场 是很富有殖民地色彩的旧建筑物 在那时候这里其实周围没有这些高楼大厦 一宗都没有 唯一有的就是我背后这个教堂 我记得两边不同的楼梯 一边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通室 百多尺岛 有几张梳化可以坐在那里 另外一边就是图书馆 图书馆一定都不算大 跟现在的法律系的图书馆没得比 但是五藏俱全 汤家驊以一级荣誉毕业 1990年成为御用大律师 我对于法律真的有一种 怎样说是一种特别的 不但只是喜好 是一种特别容易融合 或者容易理解的一种能力 由到第一日开始 我都觉得 其实读法律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维护社会公义 而陈景生就是1989年成为御用大律师 做过几居法律界选委 什么是人权 什么是法律的公义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法治 我对我在读书时候学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真实性 我到现在都没有遥动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我觉得是有重大的不公义的时候 也都是应该发生的时候 这样就发生 法律学系成立九年之后 1978年升格成为法律学院 还已经搬回去港大校园 当时社会上对法律认识仍然不多 入读人数只有大约50人 我都是来自一个平民百姓的家 父母其实都是在内地 就是受过教育 但是又走难下来香港那些 他们会看到 就是法律和政治是分割不了的 所以都是小店为妙 这件事是 所以最初他们都不是特别赞成 就是我去选法律 为什么不选择另一件事是要选法律 陈文敏1978年考入法律学院 1985年回到母校教书 到现在已经34年 他中学时候的志愿 其实是做社工的 但是后来认为法律 更加有效在制度上作出改变 就决定读法律 当时的公安条例是 三个人或以上 在任何公众地方 讨论任何公众关心的事务 我们三个同学在学生会的餐厅 突然间说起一宗时事 那就已经可以构成非法集会了 你去读法律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这些是否可以改变 令到社会更加公平 我也有出来去选法律学会 法律的同学很多时候 太过集中在我们自己读书 或者法律的范畴 我们好像对社会不关心 希望可以带回我们的法律学院 进入一个社会里面 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 去帮助这个社会 提倡一些法治的基本概念 决定教书的时候 其实是我去英国读碩士的时候 开始想的 当时也正值中英联合声明 开始谈判香港前途 你看到香港 无论将来的情况是怎样的 法治和法律这方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也秉承了一路 我觉得法律是可以处理 很多社会不公平的事 这些是要由学生开始培养 他们对社会的投入 他们觉得对社会有责任 而这个正正是一个老师 可以发挥的角色 而当时的法律教育 整个学院是 只有一个中国人的层面 在84年 我加入港大法律学院的时候 当时只有一位 本地的华人教学人员 我当时主要的考虑 就是认为香港大陆过渡期 尤其是一个时代的转折 从殖民地后流 将会成为特别人政区 很多法律问题 都是需要研究 所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 是很巨挑战性 陈宏毅是陈文敏的师兄 在1977年入学 他说读法律是受到爸爸的影响 我爸爸是做政府的公务员 根据他的经验 法律其实对于政府的运作 是非常重要的 法律是一门比较实用的学科 尤其是当时的香港 在法律界的人士 都是比较缺乏的 认为法律有所谓一技之长 读大学时候 陈宏毅活跃于参加社团活动 例如是法律学会 学院等等 同学就认为 他很有学者的风范 有些同学叫我做老师 就可能因为 譬如我们有一些 自己同学组成的一些学习小组 大家讨论一些 学科里面 课程里面的一些问题 有些同学觉得 我的意见是比较可靠 所以就用老师这个词语 表示对于我的尊重 由90年代中开始 他和陈文敏先后担任法律学院院长 在这段回归前的过渡期 学院推出有关中国法律的课程 又加强和内地交流 回归之前是读英国的宪法 和殖民地的宪法 回归之后 我们主要读特别人政区的基本法 另外也有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一门课 至于和内地的交流 是有不同的形式的 也都提供尽量多机会 给内地的学者 法律学者来香港 来港大到去进修 研究 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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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的 這個就是剛剛結束了學期之後 他們給我的90年代左右開始 開始有儲了 幾千張了 分了有些就放在盒裡 陳文敏是港大法律學院第十屆畢業生 80年代中 他放棄在英國正在攻讀的博士學位 回到母校教書 今年應該是第35年了 教書春風化雨 其實你最大的回報 就是同學的欣賞和感激 從人際關係 你看到他們在過程中 他們覺得真的學到一些東西 比如這個學生說 多謝一年來的教導 比書本上所得到的知識更加寶貴 學會了做人處事的態度和原則 港大法律學院在1969年成立 今年踏入50周年 現在每年收生大約250人 陳文敏在2002年接任院長 和學院一起經歷不少風雨 2014年他卸任院長一職之際 學院就被捲入政治風波 最重要的是 在這裡每一位 每一位的愛香港 愛民主的香港人 在那幾年裡面 是社會兩極化了之後 突然間有些矛頭子落了去大學那邊 當然占領運動其中一個發起人 就是我們法學院的同事 這個可能是引起社會關注的一個原因 但是背後我覺得不只是一個人的事 而是整個社會的氛圍 其實佔領運動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政府處理得不好的 外面以為我們法律學院 是非常之政治化 甚至認為政治化影響到我們的教學和研究 實際上我們學院裡面就不覺得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入民副校 現在入民副校 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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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陳文敏被推薦為港大副校長人選 但是被校務委員會否決 這個是法院選手啊 有一個搜尋的組織 是經過很嚴謹的制度 都決定了他應該是評選他 而他在港大最後 我們看到那個 公司裡面怎樣處理這件事的方法 我覺得就是一個鬧劇 我看不到陳文敏本身做過些什麼 因為起碼在佔中的時間 佔中之前他已經不是院長 他根本佔中時間 以我的理解他根本就不是香港 所以我不明白那些指控是什麼 我自己的事件是否真的 你可以說是一個政治化了的事件 但是我覺得你解釋不了很多東西的 其實是政治化又怎樣呢 當你的背後是涉及一些學術自由的價值的時候 當我說如果見到 不如那個勢頭不好了 那我為甚麼我要走出來 這樣被人罵被人性呢 我不如就這樣改變了 我不再親情 那就完結了這件事了 但是這個似乎是對一個原則的妥協 當你對自己的信念是相信的時候 你是有些代價要付出的 對於法律學院來說也好 造成了一些甚麼傷害 傷害就是沒有人肯做院長 傷害就是現在 Professor Hall 他也不願意做了 他最近去搜尋來說也找不到一個理想的人選 到現在人家覺得就是 我做院長的時候 為甚麼要受這些這樣的攻擊呢 當你去看學院的時候 譬如我們今年是50周年 我們要看的是多看50年後的事 當中有一兩年的阻攔或者性 我覺得不是一個大問題 無論是對大學 對學院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考驗 考驗我們自己對一些價值的堅持 無論這些是學術的自由 我們一些公平的程序 甚至是我們對教育的承擔 我覺得是很多值得我們反思的東西 法律學院圖書館 展示了由中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 宋正的大律師黑袍 和御用大律師的服飾 香港回歸 主權移交 御用大律師 改稱為資深大律師 我們回歸之前是一個普通法的殖民地 我們所接觸的所有東西都是跟普通法有關 但是我們回歸了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大陸法的國家 而在一國兩制之下 在一個大陸法的國家之下有一個普通法的城市 憲制上那個制度 究竟是一個普通法的制度 還是一個大陸法的制度呢 湯家驊是法律學院第一屆畢業生 1999年 他接任大律師工會主席 當時中審法院就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案 判政府敗訴 無奈政府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是回歸以來的第一次 在那次重申去考慮人大釋法的效果的時候 中審庭是承認自己錯誤 回來他們跟我說的時候 那一刻我哭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因為我很相信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為何會有這個意思呢 當年我們還沒想清楚 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回歸 一國兩制的實踐之中 對於香港的法治有多大的影響 我們還沒想清楚 我自己還沒想清楚 2004年 人大常委會就特首和立法會 產生方式主動釋法 由三部曲改為五部曲 同樣是法律學院首屆畢業生的陳景生 當時擔任大律師工會主席 自回歸以來香港經歷過五次人大釋法 我是漸漸漸明白和了解到一國兩制之下 在普通法和大律法的並行的時候所產生的矛盾 如果我們要接受國兩制的話 我們就要接受在法律上兩制的磨擦或矛盾 由第一次釋法到今天為止 其實有幸地我們還沒見到一次人大釋法 是真真正正的削弱香港的法制 現在內地的釋法 就不只是解釋法律這麼簡單的 它內地的釋法是很大的立法意義都混合下去的 我覺得我們學的法制的觀念始終應該是延續下去的 因為如果香港是繼續一國兩制的話 香港這個傳統這一制的法制的觀念 是不用被溝談的 這件事就是兩制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因素來的 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我們傳統上的法制的觀念 我們不是想有一個香港特區的特別的法制的觀念 成立半世紀 法律學院已經成為國際首屈一指的法律學府 學院以法律、公義和人民精神 來展現對未來五十年的期望 法律背後就是一套的價值 這套價值是一些公平、公義、平等 如果當我們那套法律制度 是沒有了一些價值觀念的時候 這個只不過是一些赤裸裸的權力 法律是要走回社會上 社會上其實有很多法律以外的東西 我們是要考慮的 那個人民精神 法律最後始終是服務於人 所以你一定要有那個人的價值和觀念 說法律為一套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人的想法 然後請坐回家 可能會不會有一個人的用力 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我 dzi套哏 來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